清朝为什么奉乌鸦为神鸟 清朝信奉萨满教 对乌鸦的崇拜 应该是从萨满教的祭祀传统中得来的 相传满洲人的老祖先 布库里雍顺的出生 就是因为天女吃掉了一只乌鸦咸来的果子 所以后世子孙自然奉乌鸦为神鸟 还有一个传说 说布库里雍顺的孙子樊查被人追杀 正好有一只乌鸦落在了他身上 敌人误以为乌鸦是落在了一根枯木上 樊查因而躲过了追杀 此外努尔哈赤和黄太极 也都有过类似被乌鸦所救的传说 当然了既然是传说 那多半不是真的 但为何满人就偏偏那么青睐 甚至是崇拜乌鸦呢 这可能是由鱼猎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的 满人在长期狩猎的过程中 发现乌鸦总是在危险来临时四散飞走 这恰好为猎手们起到了报警的作用 而且在长时间打不到猎物时 猎手们也可以通过追踪乌鸦的行踪 找到一些动物尸体来冲击 因为乌鸦是石斧性动物 久而久之满人就非常崇拜乌鸦 加之乌鸦总是落在高大的树上 让人仰视 就好像是仰视上天一样 而一旦有动物死去 它们又总是第一个扑过去灼食的 又好像是它代表上天过来品尝人们的献祭 所以在满人心目中 乌鸦就逐渐的与上天这个形而上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成了上天具象化的代言人 蜻蜓入关并统一全国后 对紫禁城中的昆宁宫进行了改造 以适应萨满祭司的需求 萨满祭司形势非常多 而一般说来 事迹到乌鸦的最重要的就是祭天了 时间是在每年春秋两季 即正月初三和七月初一 称立肝大季 也就是满人的祭天仪式 立肝大季的流程是 在昆宁宫前立根长肝 名为索轮肝 然后织锅主肉 并把剁碎了的猪肉 猪骨猪内脏和精米 一起放在肝上的圆斗中 由于乌鸦的食腐性 它们便会纷纷前来着食 这样的仪式 除了每年在北京故宫举行之外 在沈阳故宫也会同步举行 而在祭祀仪式后 清帝也会把剩下的肉 分食给猪皇子皇孙 王公贵族等 以表达上天赐福之意